我是DJ阿州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虎头碑 虎头皮露营区 这是它的 卫浴的地方 那转过来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遮宇棚 这是二号遮宇棚 还有一个一号遮宇棚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遮宇棚的话 它包场是五千块 那如果没包场的话 你只要来这边露营的话 就可以使用 这是女侧 那是男侧 那那边是 它一个 露营区管理中心 正前方这边 晚上呢 这边会有很多狗 狗狗呢 会跟你 叫来叫去 为什么 因为狗狗啊 那个看到衣物的时候 会叫 会提醒你 早上的时候这边 很早就会有人来运动 感觉这边是确实不错的 一个露营区 那转过来 正前方 那边有看到 旁边还有围犁在施工 这是一号 一号遮宇棚 那我们开始就往里面逛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位移的部分呢 等一下再拍给各位看 好啦 往这边走 正前方呢 这边 这边正前方这边呢 那 那个 有一个营地 这是营火营地 同时是办活动的地方 每年音乐祭 台南音乐祭就是在这个位置办的 上个礼拜正好音乐祭办完 那来这边露营的话 像这旁边这边都可以停车 停车是很方便的 好的 这是遮宇棚的部分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进来之后 你就会沿着指标进来 一般呢 喜欢遮宇棚的 有带小朋友的 可以在遮宇棚 是很方便的 下雨天也可以在这边露营 而且它有供应 那个店员很方便的 这个季节木棉开了 那边有一棵木棉开了 好的 我们往前面走 看一般的露营区 它现在虎头皮这边 在整修 局部分在施工整修 整修完后会更完善 尤其那边有个围泥 从这边看过去 远方这边的围泥 那边也是露营区 可是之前很多人都不会去那边露 因为那边的水电不方便 比较原始的方式 这个就是搬萤火场地的地方 这边 好 那个外围 卸货完毕 车辆 仅供露营使用 有没有 这边引火的话 可以去看 虎头皮的官网 它上面有告诉各位费用 这边是非常不错 它以帐篷一顶一顶算 一顶是五百块 那如果你到这边露营的话 除了要买营地的费用以外 还有就是门票 汽车的话是四十块 某大车 汽车的话是二十元 那成人的话 一张票 成人的话是八十 那如果说你是年长者 它还有另外优惠 很清幽的一个地方 前往那边就是虎头皮 它整个水库的部分 从这边也可以进来啊 不过我们一般都会从管理中心那边进来 这边进来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 你只要看到草皮的地方都可以搭 只是他们这边有提供电源 建议各位找到有电源的附近 会比较方便 外加有水源的地方 那这边有很多蜡藏狗 那个蜡藏果 很像蜡藏狗那种 藏藏的果 这个季节就是它在成熟的时候 小心车子停在底下 不要被砸到 好的前面这个就是有雨棚的露营区 这一带 在里面还有露营 没有雨棚的 价位上都是一样 它是也是都是以 你搭帐篷一顶一顶 你即便有客厅上 它也另外额外算一顶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 感觉还是很舒服 早上 那我们昨天来不是假日 所以说人并不多 今天是礼拜六 人就会比较多了 那这营区呢 还有帮各位准备了烤肉的架 烤肉架 那你如果在这边露营 要烤肉什么都可以 还有桌子等等 很方便 因为我们的帐篷比较大 一般我们就是在遮雨棚那边 带各位逛一下 你的帐篷不大的话 可以考虑这种遮雨棚的 那遮雨棚 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比较小的 再往前面正前方 走过去那边 里面那边 这个里面那头 可以看过去 现在有这挺的 它那个遮雨棚就是比较大的 那另外如果说你的帐篷小小的 很多人 你就可以考虑一起来这个 这个都是露营区 那同时也是烤肉区 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看这水都做得非常好 它这露营区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洗澡的地方 而且是24小时有热水供应 淡季的时候只有三间会提供热水 那旺季的时候就会开比较多的热水区 看到人家那边很清幽的就是用它一个遮雨棚 小的遮雨棚就直接在那边当做他们的客厅一样 这感觉还不错 再往往这边走 可以看到这边的烤肉区 烤肉区设备都还不错 你可以在这边用 用这边烧 架起来 用砖块架起来 直接这边煮东西 那这是烤肉架也可以 这云区有些东西木材已经老旧了 基本上都还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供电的地方 这个区块有没有 它这边有电力供电 还有一些规定 各位看一下 你不要用太大瓦数的东西 要不然到时候跳电很麻烦 那插头就那么多个 哇里面有个蜂窝欸 小小的蜂窝 我们不要去炒它 这边很多蜂啊 我昨天还有看到土蜂 非常悠闲的把车开进来 好边 帐篷太大只能大外面 在这一棚 看起来 就比刚刚那个明显大很多 老闆 这边你看 这边一样有供电源的 蛮多的 同时它的照明灯就在上面 工作人还没来关电灯 在这个区块呢 它同时有厕所 厕所就在正前方红色建筑物的那里 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红色建筑物 那这边是没有位移 位移的话还是要到管理中心旁边那边 就是浴室的部分 那这边纯粹就是厕所 好啦 这个整个营区非常非常的大 你如果是几百人 要来这边同时露营都应该是OK的 建议各位在遮宇棚那边比较方便 为什么 那边还有冰箱 就是那个浴室 要去浴室的左手边有那个上层式冷冻柜 下层式冰箱 等一下找了时间我过去拍一下 好的 DJ阿周先帮各位介绍的这个是营区的部分 等一下它一些比较不错的设施 我再带各位去看一下 这边是虎头皮的那个车树区 这个帐篷可搭设 本区限4项以上 这个基本上它就是有规定 单独的一个区块 那这是车树的部分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说车树有些车树会停在这里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会直接在露营区旁边 比较就近就可以搭设 好的 这是第一遮宇棚的一个全景 那因为有人在里面 我也不方便去找到人家 从第一遮宇棚这边 我要走到预测的部分 正前方那边就是第二遮宇棚 第一遮宇棚离预测比较近 第二遮宇棚比较远 不过第二遮宇棚有个好处 它前面有一块可以停车的地方 比较方便 带各位看一下它这边的 卫浴设施 女预测在右手边 男预测在左手边 那这边有两台自动贩卖机 价格就跟外面的一般的自动贩卖机的价格都一样 不会因为它是景区的价格有比较高 看到价格大概是这样 那它这边最大的优点就是露营区它有个RO加水栈 那你可以从这两个水龙头加RO温透的水 它的机器在这边 另外这边有饮水机 热水、温水、冰开水 都正常有的 那整个营区的一个地图 在这很清楚 可以给各位看的非常非常清楚 那这边呢提供了一台冷冻柜 上面呢上层的部分是冷冻 那下层的部分呢是冷藏 底下这层就是 底下这层是冷藏 那基本上呢 露营的朋友都自己有规律 自己会把它放好 走过来这边 如果说你没有一次性的毛巾 膨胀毛巾 或者卫生纸的话 它这边有自动贩卖机 走进来在左手边这边 这边就是男生的卫宇 我可以带各位看一下 因为我是男生 无障碍空间呢 这边有一间 非常的干净 我把电灯打开 有看到这边有一间 无障碍空间的一个厕所 卫生间 那小朋友 学校baby要放尿布的地方 好把灯关了 先来看一下 走进来 这边都会有开关 晚上进来自己打开 那现在这三间呢 热水24小时公斤就这三间 我看到 这三间 是这三间 那整个设施 热水在这里 现在的温度应该是五十几度 这三间是24小时 男生的部分 那有联棚头式的 那有一架 三间都一样 这边同时有吹风机 女厕那边一样有 有从看一层看过去 有三台吹风机 那这个是淋浴间 这边都是三间 他这边有四间 是冷水供应 不是二十四小时 冷水供应 好 那这边是厕所 南厕 吨室的 吨室的 那三个洗手 六间 吨室的 那这边是小便的地方 他把它分开 非常的完善 而且里面呢 通风也说得很好 也是三个 这个大概就是 他的一个 卫浴的部分 这边一个隐藏的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他这边有脱水机 诶 怎么多了一个冷冻柜 这台没有开 可能是之前音乐季 他这台就没有开 冷冻的时候开 他这边有一个隐藏版的脱水机 这边有一台 是可以使用的 只是很少人知道 这台我用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工作人员 我常来这边露营 这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 这间是他们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 就是打掃这个园区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们中午的休息室就是在这间 目前铁门关 好的 这就是卫浴的部分 女侧的部分就跟男侧是相对应的 这边基本上目前是枯水渠 这边呢 湖头皮 你有看到整个 有没有水位明显的下降很多 那早上呢 起来就会来这边运运动 蛮多人运动 那因为现在台湾市光旅局 观光旅游局啊 在这边整个要 那个设施优化 所以说会在这边 目前来讲 有一些设计上的东西 目前都在施工 所以说过一阵子来这边啊 会更好 看到喔 设施优化工程 一个告示牌 那目前来讲 露营区还是可以进来啦 只是它有一些东西 目前来讲在优化 礼拜六早上 很多人会到这边来运动 好的 以上是DJ阿州 在虎头皮 这边为各位介绍的一个 露营设施 我喜欢露营 但是我总是来虎头皮 为什么 因为它的价位不高 而且是五星级的一个露营区 好了 我们下次影片见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帮我按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